没想到吧,最能代表山西的美食,竟不是刀削面。 山西人都是吃土豆长大的。 在山西,刀削面未必处处吃,天天吃。 但无论是从大同、新州到临坟,还是从太原、旅梁到长治。 土豆可以统一山西全省。 花式吃土豆,是山西人的天赋。 土豆夹在油面,夹在白面里。 丢进饭饭粥粥里,一锅煮着吃。 土豆打成泥,切成丝,闷成块。 爆炒着,蒸煮着,油炸着。 被卷着,被浇着,被拌着。 仿佛缺了什么喊一声。 土豆自己都能洗干净,跳进锅里解决问题。 山西人对土豆是真爱。 哪怕是名字,不同地方还有自己的偏好。 太原平遥一带,人们喜欢叫它山药蛋, 有种铁憨憨的感觉。 长治人叫它地瓜蛋儿。 平顺人叫它山蛋子。 高平人叫它地腕。 大同和新州一带喜欢叫它山药。 闻喜人叫它洋育。 这里可别和其他食物搞混了。 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, 山西的一批作家写了一群爱吃土豆的山西人。 被戏称为山药蛋派。